凱米台风明明已经走 但周六花冬还是大雨 雷达回波图上看 南风带上来的水汽呈现黄色红色 对流很旺盛 今天的话 降雨来说会比较偏多一点 今天主要是在地亚弹影响之下 在东半部地区南部地区 都会有一些短暂的阵影或者是雷雨 而且在东半部地区南部地区 容易出现大雨的现象 前向局长证明点分享 因为太平洋高压回流往西 东南方海面和西南季风相遇 两种湿暖的气流轻轻一触碰 就又显著对流 东侧阵雨时长时弱 休公路或铁路的朋友 大雨请站离灾区 周日开始高压增强 雨势虚缓 但周一周二又有低压热带系统接近 中南部天气还是不稳定 甚至形成热扰动或是台风 到了下周一跟下周二的话 只要留意目前在 飞兵东方海面这个低压 它会比较靠近团力区 强度上面是有机会 正强成热带系低下 那是否在进一步的增强 还要再做持续的观察 像专家林德恩分析 美国模式在周六前后 菲律宾东部外海 有热带扰动W95生成 有机会增强或形成热带低压 或是轻度台风 周一周二最靠近台湾 不过欧洲模式认为 沉台几率低 但仍然会为东部带来较多水气 不管有没有成台低压环境天气状况 都不稳定 周六花冬雨最大 周日仍有午后震雨 周一开始热带系统北移 南部山区有直步大雨 直到周三周四周五 全台雨势明显趋缓 但没下雨高温闷热 来到30到34度 也要适时补充水分 TVS大运动家 运动迷一起竞技的殿堂 马上下载 跟中华队一起All Win